欢迎您持续锁定春日一千里一个故事 春日这两个字笔画上一共有两个日 春日香也就被封为是两个太阳的故乡 而两个太阳的子民个性果然温暖开朗 行动厨房的发起人邱锦花 十六岁手掌就被机械截到一半 他靠着一只板的双手用在地食材拌桌 不但增加妇女的工作机会 也带动了部落农业的发展 这样一个充满生命斗志的排湾族女性 让人感动又钦佩 桌子椅子 行动厨房要的就是行动力 厨师们手脚飞快 不一会儿三个炉子柴火兴旺 卤白菜汤咕噜作响 油炸苦花热力前开 还要随机应变就地取材 还没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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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那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 这也是一样 这也是三种地瓜 所以你们都是走到哪 煮到哪 对 就地取材 就地取材 连这个都可以当临时的这个 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个 电力公司他们那个 不要用的 这个 这个 电力公司不要用的这个 对 就拿来当桌子 那你们最高纪录办桌 可以办几个人呢 曾经办过四百个 四百个人头 对 四百个人头 等于很像是大家庭在煮饭一样 那感觉是这样 因为是整个部落在做 办活动啊 真的是大家庭 长厨的都是春日香 粒粒部落的妈妈们 妈妈味道的排湾族料理 很对顾客的味儿 在外面吃的小米粥都水水 那部落里面做起来就是小米粥 就是很丰富 然后又很实在的 很好吃 因为这都是当地的主人去准备的 我觉得很在地 然后很实在 然后又要 真材私料了 东西好吃 厨艺首要 食材更重要 行动厨房 烹调的蔬果 全来自部落的有机农场 当时结合那个有机农场 所以我们就想说 我们既然我们这边有自己 有种一些食材 我们为什么不自己 在做一些部落的创意料理 我们才这样子 我们有一个新的概念就是 少盐少油 少糖这样 那今天的料理大部分都是 来自于农场的一些 除了肉以外都是农场的食材 历里的有机农场 距离部落其实还有段距离 山路曲折难行 小货车卖力攀高 摇摇晃晃 终于抵达目的地 一路上总历里到这个农场 大概要半个小时 距离四十分钟 而且那个路很陡 很窄很窄很窄 非常的很难 你每天都要这样子吗 对对 每天啊 每天 哇 那为什么一定要选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带是 过去老人家传下来的 而且老人家就告诉我说 这个地带是 未来是我们的 资宝 资宝 之后过去 在水洗当中我就不知道 但是有一次 我父亲离开回天堂 对 他就通过我告诉我说 孩子 这里有黄金 但是黄金当时的时候 我想得到黄金在哪里 想要买怪手来 把这个地外挖 不是 我以为是那个黄金 我以为说 黄金老人家这边藏起来 不是 从开始在 这个做 步骤开始工作才知道说 黄金是 原来是这样的黄金 对 所以 可是我看 你看 像这个就很像那个 七家石板屋在盖房子 可是像这种怎么种 这个也不是很肥沃的 对对对 那要怎么种黄金 所以 过去老人家就跟我讲说 我们这个土子就不一样 对啊 这个是盖房子中叶岩的 都是石头土 所以 一般来人家来这边 划抹这个地带 对 人家就不敢相信我怎么种 对啊 你怎么种 这个要怎么种 你看 看起来 看起来 就已经 对我来讲是 我的心得已经看得出来了 对 以前说真的 这个 不敢想象说真的可以种菜 是因为 真的这个都是石头 那个石头土 父亲来梦里 告知这块海拔600公尺的家族土地 暗藏黄金 农场主人徐兴水傻呵呵地 开怪手来挖 取酒之后 他才体悟到 爸爸说的黄金 是能长出丰美作物的灰色壤土 很神奇 因为在山西坡中这个 是真的是挑战性是很高 对啊 而且你是这样子 坡度坡都是因为是挑战性 真的是很高 既是页眼坡地 徐清水就依着老祖先的智慧 用石头漆成梯田 蓄水薄土 这等于是就地取材 对 就地取材 来做这个水土保存的这个工作 这个是老人家传下来的光雾 他还爬到六公里外的水源地 千碗饮水 清裂甘泉浇灌的青菜特别甜脆 在这个多云的午后 行动厨房主厨秋景花 亲自上山挑选拌桌材料 那我们等一下的食材 就是在这里可以割 割粒菜 那好 这个好像会比较熟 那我们就割这个好了 好 今天的食材 那我们继续再采这个白萝卜 OK 这两条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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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条的萝卜食材 那这下我们就是个山东板 已经到爬坡会船的年岁 徐清水没打算退休 取得有机认证之后 现在它一年可有六十顿的蔬菜产量 也起了带头作用 其他农场跟着加入转做有机 徐清水说 部落未处的中央山脉是台湾的绿色乌籍 万物的生命源头 台湾族 族人世代护山守灵 它这一辈绝不能断 一篮仙律跟着人车再度摇摇晃晃下山 有机农场与行动厨房相互帮衬 改善部落经济 也增加妇女就业机会 邱景花从发想到推动 靠的是一只半的双手 和无可计算的毅力 所以做这些事情 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 成就感来自于 每一个妇女的团结 说实在话 每次我都做不到什么 我只是嘴巴在说 那做还是大家一起在做 那真正的主意应应该是来自于 这些部落厨房的妇女 那我也是很感谢他们的 你的餐饮 这样的餐饮 因为你自己人生也历经很多大起大落 我刚刚看到你的手 你说你16岁的时候 这个是完全被切掉 对 完全被切掉 就长不出来 长不出来了 所以你这样一只半的手 得做了十只手的工作 所以很感谢 我不晓得 如果真的十只手 还有的时候 我不晓得能做多少 搞不好也没做到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应该不是做这些 可能不是 我在想 没有这样子的时候 搞不好我都在外面 因为可能会不一样的工作 那我也是很 真的是很感谢我的家人 你一直帮我鼓励到现在可以做 没有薪水的工作 最美的风景永远是人 历里部落一群女人 让自取有两个太阳的春日香 越发明媚光灿 中阳鼠 好 请上菜了 上菜吃饭了 一起吃饭了 饿了你 最黑暗的部落 保存最灿烂的排湾族文明 最贫瘠的土地 收获最丰美的四季作物 这是两个太阳的春日香 希望在2015年的开始 为您带来温暖 希望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白心仪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